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跟石潮评述很近 但是它是针对大事件 以这件事情过去了 我们讨论完了就过去了 六中全会我们现在正在讨论 讨论完了 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 以后的 所以它是一个以时间 以事件为根本的一个就像文件夹一样 那过后这段时间 朋友们想看六中全会石潮怎么说的 那你来到了我的文件夹里面 你就会看到当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自于不同媒体的报道 所以这是在我的眼睛里 从现在开始中国会发生很大事情 原因很简单 六中全会人们看到了是习近平被授予核心 但同时通过了两条 党内生活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什么基本监督条例 这两条给了习近平一个人手里头作为核心 打击九千万党员 在军队被整肃之后 在武警部队抓了总司令 抓了两个副司令 免了一个副司令 免了一个副政委的背景下 习近平说他是核心 是你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同意给予他的核心 然后你们三百多人又通过了两条规矩 然后说必须有核心意识向他看齐 左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监督条例 右手拿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活准则 然后就我一个核心 这就是我眼中的 未来中国将发生巨大变化 除非你们谁蹦起来杀了他 否则的话 他拿这两样杀你们 为什么 共产党必亡 就这么简单 这圈化圆了 哪来哪去 他以党的核心的概念 拿起党的规矩和要求 是你们通过的 然后杀了你们 杀了你们共产党的一面 不是杀人咯 他上台 习近平上台没杀人呢 杀了你们共产党的一面 所以世界媒体当中强调的是 这个有关中共体制当中 习近平为核心 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原因 那还是那句话 要收听 收看这期节目呢 你点击下面的链接 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 梗概的介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